和初恋结婚五年 母亲催生 我挡在她面前 对全家人说 妈 不是小燕的错 是我不能生 转头我收到了离婚协议书 后来初恋跪在我床前 求我别离开她 可怎么办 我要被系统抹杀了 正文开始 我说过 柳如嫣最爱的人回国了 今天你等不到她了 系统在我耳边叹气 我无视她的话 固执地等着 今天是我妻子柳如嫣的生日 也是我和系统约定的日子 我在家里为她举行生日派对 邀请了许多朋友 可从7点到9点再到11点 朋友们从一开始的兴奋到无聊 到现在的满口埋怨 我一遍遍打着她的电话 无一例外 全都无法接通 眼看马上到12点了 我愧疚地将朋友们送走 带我回到客厅 我最好的哥们赵涵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她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特么以为她真喜欢你 过了几年日子真上瘾了是吧 你别忘了 你在她眼里永远都是备胎 她是因为那男的在国外领证了 才嫁给你 她掏出手机 上面是柳如烟新发的朋友圈 海底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配图是机场的图片 底下有人评论 五年了 你还忘不了她 一个N字 让我的心坠入湖底 赵涵冷哼 这条朋友圈 估计只把你屏蔽了 你在这里给她办生日派对 她和别人在酒店翻晕覆雨 你可真是小丑 我打开手机 她的朋友圈 还是一个月前 我们家小狗求求的照片 我心中一痛 强扯出一抹笑意 将赵涵送走 坐回沙发上 我将蛋糕上的蜡烛点燃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 我声音哽咽 迟迟吹不灭蜡烛 不过想来 她现在应该很快了吧 系统有些怜悯我 像三年前那样 给你续命是不可能了 你还有七天时间 你可以选择以什么方式离去 三年前 我意外查出胃癌晚期 阴差阳错间 我绑定了系统 她答应给我续命 我和她签订契约 若我在三年内 让柳如烟真心实意地说喜欢我 我的癌症便会康复 如果没有 我的病情将迅速恶化 一周后会被系统抹杀 可是 三年里 她一次都没说过 既然最后都要死 还不如 让她永远记住我 我淡淡一笑 那就让我死在柳如烟面前吧 让她亲手杀了我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中的结婚症出神 红底白衬衣 是我梦寐以求的样子 但又好像不是 上面的我笑得灿烂 而身旁的柳如烟 只是嘴角微扬 那还是摄影师斗了好久的结果 我常常叹口气 也许这段感情 本就不该开始吧 可她是我初中时就喜欢的女孩 年少时遇见了太过惊艳的人 让我如何放下 那时的她是校花 学习也好 一直坐在班里前排 而我是班里最闹的学生 就被安排在最后一排 那天 老师破天荒地要成立学习互助小组 班里前六名自动成为组长 由他们选择组员 我学习差 又玩练 班上的同学 唯恐避之不及 没人肯选我 就你那考三分的数学 别拖我们后腿 那时的我年纪小 差生也有自尊 我忍受不住别人嘲笑的眼神 跟班主任说 老师 我想自己一个组 这时柳如烟走到老师面前 老师 让几伯达跟我们一组吧 他顶着组员的嫌弃选了我 以后我帮他补习 他转过头 看着我信心满满地笑了一下 时至今日 我都忘不了他那热的笑容 阳光温柔 洒在他的脸上 他坚定选择我的眼神 比阳光更加耀眼 后来他对我说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相信你 青春正盛 喜欢的冲动 就像平静的海面 忽然掠过一只海鸥 虽然只是 轻轻扇动翅膀 却能带动惊涛骇浪 为了不让他失望 我开始拼命记住 他口中的那些知识点 为了不拖小组后腿 我连最讨厌的数学课 都开始认真听讲 初三时 为了和成绩优异的他 讨入一所高中 我连上厕所 都抱着单词本 成绩从垫底 一路上升到中游 再到前几名 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 启博答 你转性了 哪里是转性了 只是有个 想要追赶的人罢了 我如愿以偿 进入了是重点高中 却和他不在一个班级 每次下课 我都会去他的教室 看他一眼 我喜欢画画 他成了我笔下 最好的素材 刻余时间 我把他的一领一笑 全都记录下来 三年里 记录了一整个画册 还以他为原型 画了一幅油画 在省里获了奖 若不是那次意外 整个高中大学 我应该都会陪在他身边 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 大学毕业后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又与他相遇了 印象中笑容明媚的女孩消失了 现在的他 脸上没了笑容 那段时间 我忙前忙后照顾他 他下班去接他 给他送午饭 他下班 我就在楼下等着 有什么事 我都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他面前 就连他同事都知道 柳如烟身边有个田狗 可他却从不在意 直到一天晚上 我接到一通电话 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我在酒吧 我好想你 电话被中途挂断 我立马 放下手中的工作 挨个给所有朋友打电话 才拿到他去的酒吧地址 在酒吧找到柳如烟时 他正喝得烂醉如泥 倒在一个陌生男人身上 他哭得撕心裂肺 阿诚 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我哪里不够好 我改 我心底一颤 终于知道 他为何对我视而不见 原来 心里早已住了人 与那个男人道谢之后 我将他扶起 他泪眼妈撒地看清我 苦笑着问 几博答 我这个样子 你还喜欢我吗 你愿意娶我吗 我的心跳像停了一拍 思绪骤然混乱 我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手颤抖着俯上他的脸 蹲在他面前 与他平视 他是我喜欢了十年的人 就算是火坑 我也跳得心甘情愿 在这嘈杂的环境里 我许下郑重的诺言 我愿意娶你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后来 就有了我们这个小家 虽然我知道 他有放不下的人 可抛弃他 让他那么伤心的人 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如果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迟早有一天 他会喜欢上我 会喜欢上我们的小家 我会尽我所能 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 白月光再亮 也不是远方的家 可直到此刻 我终于发现 我错得离谱 小家的灯再亮 也比不上白月光 怕今天的聚会出差错 我早上还特意叮嘱如烟 今晚要早点回家 可他还是没有回来 几乎每次我约他出去 他都没有按时赴约 记得上次情人节 我提前一个月 约约了他最喜欢的餐厅 将99朵玫瑰摆在桌上 想象他一会儿 进来时惊喜的表情 服务员来问我 先生是否要点菜 我望着门口说 再等等 我爱人可能有事推迟了 等到服务员最后一次来 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打烊了 我不知所措地 看了一下时间 起初一点笑 不好意思 我爱人可能太忙 忘记了 他冲我笑了一下 表示理解 大概是见惯了 这一天被放鸽子的人吧 结婚纪念日 我约他去迪士尼 这一次 他干脆地用短信告知我 要加班 直到今天 我还是没有等到他 客厅很安静 只能听见缓慢的呼吸声 不知一个人坐了多久 门口传来开锁的声音 柳如烟提着包 踩着高跟鞋 画着精致的妆容 他哼着歌 将手上的钥匙甩在柜子上 抹扎着开灯 看到我坐在那里 他吓了一跳 随后看到我特意 为他布置的房间 愣了一瞬 我不知道 你还布置了房子 就是个生日而已 这么隆重干嘛 他低头换鞋 不瞧我一眼 如果收到惊喜的人 不会开心 惊喜应该就算不上 惊喜了吧 我淡淡一笑 收拾好情绪 没事 累了吧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我想起身 呼的胸口一阵剧痛 我咬牙忍住 不让他看出一样 他打了个哈欠 明天早上再洗吧 今天太累了 我抬头看着他焦好的面容 你 你今晚去哪了 询问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害怕 害怕结果是我想的那样 我扯出一抹笑 好 那你先去洗漱 我等你洗完 他看着手机笑出声 才想起没回我的话 哦 好 等我洗漱完走到卧室时 他已经睡着了 我躺上床 他似乎是有感觉一般 拉开与我的距离 紧紧贴着床边 结婚五年 好像都是这样 我们躺在同一张床 但距离却那么远 除了他喝醉的时候 会缠着我 可他的口中 从始至终重复着另一个名字 还会流着泪断断续续说 想你 别走 我看着他的侧颜 想 我是不是做错了 大四那年 我在外地公司实习成绩优异 公司为了留住我 给我开了高薪 还许诺了一系列优待条件 放在哪个毕业生身上 都是无法拒绝的 可每天要回到一间空空的房子 没有如烟 我只能婉拒了领导 领导惋惜地拍着我的肩 年轻人 要以事业为重啊 我摇摇头 事业在哪里都可以 但家旨在有他的地方 领导说 我谈下一个合同就可以走 于是我拼命陪客户灌酒 喝到胃穿孔 签合同的那天 我出院 一个人拎着箱子 辞去了工作 来到他的城市 如烟家境很好 从没下过厨 和他在一起后 我就对着教程一点点学 从简单的西红柿炒蛋 到现代的古老肉 谁煮肉片 他吃饭时微微皱眉 我想 是不是不合他胃口 他多吃了半碗 我想 今天的菜要记下来 下次多做一点 一点点学习 一点点摸索他的喜好 结婚后的一次家庭聚会 小燕难得愿意陪我一起参加 母亲一直着急抱孙子 找我说了很多次 我推说 小燕工作很忙 您不能耽误他的前途 母亲听了 只能善善作罢 这次终于 逮到一家人齐聚的机会 母亲当着亲戚的面 给小燕施压 小燕啊 工作重要 但生儿育女 也是人生大事啊 你别担心 有了孩子 妈帮你们带 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 我看了看她 想起当初在酒吧里 我毫不犹豫地说 愿意娶她 既然是我娶了她 又凭什么 让她受这些责难 我站起身挡在她面前 对全家人说 妈 不是小燕的错 是我不能生 我永远忘不了 母亲的震惊 和亲戚的嘲笑 直到现在 还是别人餐桌上的谈资 亦是笑柄 不过我不在乎 她不想做的事 我不能强求 快睡觉吧 明早还要上班 明天想吃你做的鸡肉三明治 她的声音里 有撒娇的意味 像家里的小狗一样 也许在不知不觉里 她也习惯了依赖我 我为她噎好背脚 知道了 我半空中的手被她握住 她睡眼朦胧看着我 你不会离开我吧 我轻拍她的手 忍着心口的疼痛 鼓起勇气 俯下身 亲吻她的额头 她身体一颤 将头微微片开 我都稳落在了 她额角的碎发上 不会 我永远爱你 第二天 她起床看了眼手机 匆忙洗漱完就出了门 我看着一栋没栋的三明治 自嘲笑笑 转头倒进垃圾桶 拿出手机 给她编辑了一条微信 记得吃早饭 晚上回家吃吗 给你做咕老肉 凉酒 那边传来消息 嗯 我去了公司 将剩下的事情交代清楚 毕竟我不能留一堆烂摊子给别人 下午请了假 去菜市场买菜做饭 很快 我做了一桌子菜 都是她爱吃的 古老肉 水煮肉片 鲜下包 时间从六点 到八点 到十点 蜡烛又要燃尽了 那些菜我热了又热 直到里面的青菜 都变成糊状 我心里闷得难受 穿上大一下楼走走 其实还存有蹊迹 万一能遇到她呢 我围着围巾 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走到一家酒吧门口 熟悉的车停在面前 我隔着一条马路看见 柳如烟扶着一个男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在路灯下的剪影 宛如一对壁人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拉住了她要关车门的手 她看到我 眼中闪过慌乱 起波打你 怎么在这 说完下意识地去挡车里面的人 她握住我的手 你先回家 我把她送回去之后 就跟你解释 还没等我说话 她便上了车 扬长而去 我看着她的尾灯 感觉喘不上气 两久后才缓过神 她好像一直知道 我会在身后等她回来 天空飘起小雪 直到身后等待的人影 完全看不见 上天是在同情我 还是嘲笑我呢 好冷 走进小区时 保安叫住了我 季先生 这里有您一封信件 今天下午放到这的 也一直没看见您 他上下打量着我 季先生 您遇到什么事了吗 看您这几天好憔悴啊 没什么 最近没睡好 保安只匆匆见我一面 就看出来 我脸色不正常 而每天睡在身边的人 却无知无觉 推开家门 屋内一片漆黑 怎么到了家 却好像更冷了 我跌跌撞撞走进房间 摸索着玄关的灯石 险些碰掉了 挂在墙上的照片 我打开灯 屋里亮起来有些刺眼 我眯着眼 看墙上的照片 她说 挑婚纱太累 拍照浪费时间 这张照片 就成了我们唯一的合照 上面是我和她去立江玩 游客给我们照的 我牵着她 走过古镇的小巷 古镇的脏花娘娘 叫住我们 小伙子 给你女朋友 小两口幸福美满 她不喜欢浓烟的颜色 我就选了适合她的淡粉淡蓝 你这配色 不学美术真是可惜了 我心底微动 有什么可惜的 我有你就够了 脏花娘娘笑着说 看 这小两口多般配 她害羞地窝在我怀里 路过的摄影师 拍下了这个画面 夕阳洒在我们身上 她眼眸含笑 在我怀中 这成了我们唯一一张合照 在玉龙雪山下 我捧着她的脸 许下一生一世的诺言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她眸光微动 眼眶泛红 我将照片反扣在墙上 心口越来越痛 我扶着墙 走到沙发边坐下 将邮件打开 拿出文件 离婚协议书这几个字 印在眼前 我抓着心口的衣服 眼前的字飘来晃去 叫人看不清 文件被我抓皱 我痛苦地蜷缩在沙发上 腾出一身冷汗 吃了点安眠药 我骗自己 睡着了 就不疼了 昏昏沉沉地 我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梦到我24岁生日那天 在门后发现家里烟雾缭绕 心下一惊 以为是我粗心没关掉煤气 可我还没走到厨房 柳如烟就捂着嘴咳嗽着 从厨房逃了出来 她咳得眼泪都出来了 看到我的那一刻 却羞红了脸 我看你做饭那么轻松 也想给你做一顿饭的 没想到太难了 这些活和油 还有辣椒一点 也不听指挥 你看我都被油烫到了 我连忙握着她的手 放在冷水里冲洗 又转身把煤气关上 我小心翼翼地给她上扬 稍微大一点的力气都不敢用 那双手又白又嫩 一点瑕疵也不能有 她不知从哪里 突然变出一个手串 送你的生日礼物 我特意去求的 希望你平平安安 一瞬间心洗过了头 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我的眼神在手串上半刻 也离不开 手指抚过猪串的纹路 这是她送我的第一个礼物 这些年的追赶 终于换来了她的驻足停留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谢谢 我满心欢喜 小心翼翼地在她额头印下轻轻一吻 安顿好她后 今天一定要做丰盛一点 她点着脚 偷偷走进来 猛地从我身后抱住我 起伯答 你说过的 会永远对我好 永远不会离开我 对不对 我笑了笑 回声抱住她 傻瓜 我是你老公 咱俩要过一辈子的 我们沉浸在那个拥抱里 仿佛时间都停了 然而 忘了 还在烧菜的锅 事情的结局是 家里的锅全都烧坏了 我们笑着 在楼下商场吃了顿饭 如果可以 我愿意在那个梦里 永远不要醒来 这一觉 睡到了第二天 床的另一侧是冷的 她一夜未归 我抬手 看着手腕上的手串 她说不能碰水 这五年里 我就算是洗手 也会把它摘下来 据说在庙里求来的手串 可以保人健康无余 身体越好 会越来越油润 前几天她 油光发亮了 这几天竟逐渐暗淡下去 连串珠子也能感觉到 我命不久以吧 我单单笑着 她要是知道我现在的样子 承受这么多痛苦 会不会有一点心疼 当初她的手上 被油烫到那么一点 我的心上都像起了一个大炮 正想着 一个电话打过来 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没有备注 我却认识 是小燕在难过时 一直翻看的电话号码 久而久之 我也眼熟了 我接听 那边传来一个低沉的男生 是如烟的丈夫吗 那个协议书快点签了吧 我咬着牙问 她人呢 那边传来一阵轻笑 你找她 她在我身边睡着呢 要不给你开个视频 阿诚 谁啊 一个无比熟悉的女生 从电话那头传来 我狼狈地挂掉电话 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只觉得胸口有块大石头 压得我喘不过气 环顾着家里的装饰 每个角落 都是我们一起布置的 房间是她爱的暖色调 壁纸都是我们逛遍 整个市场精挑细选的 她喜欢玉柜狗 家里每个角落 都是盲盒公仔 抱着 挂件都是玉柜狗 她想下班就窝在家里追剧 我们买了头影 懒人沙发 她说她 有个开小超市的梦 想吃什么可以随时拿 我们把书房改成零食间 我虽然会过敏扫养 但还是和她养了一条狗 听说狗狗会把主人的感情 连接得更紧 这样的家 她也舍得骂 床头的离婚协议书 宣告了答案 她需要一个家 只是不需要我了 我拿出行李箱 收拾了一点东西 准备离开 离婚协议 我重新改了一份 把夫妻财产平分 改成我净身出户 将死之人 也用不到什么了 房门要是放在玄关 我家门狠狠关上 五年的时光 终究是一场梦 该醒了 我漫无目的走在街上 不知要去了 抬手打车 出现在赵涵楼下 拖着行李到她家时 我甚至连敲门的力气都没了 真该死啊 这身体肉眼可见的病态 碰巧 赶上赵涵出门倒垃圾 看到我她没有惊讶 打去问我 怎么 被她的情人赶出来了 来投奔老子 我点头笑了笑 是啊 还是兄弟可靠 她讶异我 为什么没对她 这才正眼看我 发现我不正常 她将垃圾放在门口 上来扶我进屋 你怎么了 不就两三天不见 怎么憔悴成这样 我坐在沙发上 一口一口喝着热水 半天没说话 赵涵着急了 你倒是说话 是柳如烟那个初恋 叫 叫什么来着 哦 一腾成 是她找你 给你委屈瘦了 妈的 给她脸了 插足别人的婚姻 还去欺负人 她拉着我 要给我讨个公道 我掰着她的手指 你别这样 说得我和怨妇一样 可她却不依不饶 拉拽肩 我咳嗽不止 胸口剧烈疼痛 猴头心甜 竟渴出一口血 看着灰白地毯上的血字 无比奥猛 完了 把她最爱的地毯弄脏了 赵涵愣住了 连忙给我抽了几张纸巾 我弯腰要给她收拾地毯时 却被她拉住 你这是怎么了 给老子解释清楚 这是什么 血 你怎么会咳血 她的声音很大 震得我耳膜生疼 我抽回她握住的手 我生病了 胃癌 晚期 她像是被雷劈了一般 两久在牙缝挤出几个字 你再开玩笑吧 我惨淡地笑了笑 爱信不信 她愣了一下 拼命抓着我 我们去医院 去治病 老子反正就一个人 所有钱买你一条命值了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抓住她的手 摇头 治不好了 医生说我只有几天时间了 她盯着我 红了眼眶 谁说的 哪个医生说的 我们去北京 去国外 肯定能治好 我无动于衷 她也在默默接受着事实 再次开口 她带着哭腔 妈的 谈恋爱把自己谈成这样 也就只有你了 明明前几天 我们还在一起喝酒 一起打游戏 你现在告诉我你 一滴滴眼泪砸在我的手背 我没有抬头 苦笑着说 大男人 你哭什么 不丢人啊 我要和如烟离婚了 净身出户 我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赵涵一抹眼泪 哼出个鼻涕泡 我这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住一辈子都行 其实很多时候 我都很羡慕赵涵 不婚主意 活得洒脱 不像我 被很多事情绊住了手脚 或者说 是我把自己困住了 赵涵请了假 在家照顾我 我们打游戏 聊天 吹牛 好像回到了大学时光 几波答 你什么都好 为什么就是眼瞎 为什么眼瞎 看不见 赵涵举着啤酒瓶胡言乱语 我看着他无奈地笑 从大学起就是这样 这家伙喝醉了就对着我闹 幸好 还有他陪我闹 但更多时候 我都在昏睡 身体越来越疼 我不得不吃止痛药和安眠药来缓解 第三天下午 赵涵接到了柳如嫣的电话 他按下免提 那边的女生传出来 有些着急 几波答在你那吗 他两天没回家了 他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家过 赵涵冷哼一声 你和那个一腾成玩爽了 才想起来找几波答 找他干嘛 去给你们收拾已经滚烂的床单 柳如嫣显然没想到 会骂 有些猛 你告诉我 他在哪 我有事找他 我接过电话 怎么了 柳如嫣有些生气 什么怎么了 你两天不回家了 还有 桌上的协议是什么意思 我淡淡地说 顺着你的意思 他声音提高几度 什么叫顺着我的意思 你要跟我离婚 我全身疼得厉害 猛地泛起一阵恶心 赵涵见状 立刻将手机拿过去 我说柳小姐 您的初恋回来了 你选择了一腾成 老季给了你想要的自由 净身出户 你还想要些什么 非得他把命都给你 你才会开心 他气呼呼挂断电话 我淡淡一笑 眼皮又开始打架 说那么多干嘛 直接挂断就好了 我又沉沉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我醒了 是被敲门声 不 是砸门声吵醒的 走出卧室 赵涵正带着耳塞办公 他家地暖烧得很足 赵涵穿着短袖都热的温度 我却还裹着厚厚的毯子 见我醒了 他将耳塞摘下来 对门口撇撇嘴 他已经到了快半个小时了 这女人精力怎么这么充沛 赵涵将要递给我 要不要见他 我摇摇头 气有些不足 不 不用吗 你 你跟他说说 别让他 打 打扰到邻居 我转身回了卧室 赵涵也打开了大门 几波打人呢 他人呢 外面高跟鞋的声音凌乱 赵涵有些不耐烦 大小见 几波打宠着你顺着你 我可不会 这都几点了 你这样闯进我家 我要告你扰名了 柳如烟不知道撞到什么东西 玻璃破碎的声音格外明显 他就在你家 他能来的只有你家 让他出来 让他出来见我 他是不是就在那个卧室 让我见他 我要见他 我听着脚步游远极静 呼吸一致 接着 我感觉身后的门被撞了一下 大姐 这是我家 那是我卧室 你到底 要干什么 柳如烟还是没有打开这扇门 我听见他嘀嘀的声音 贴着门缝传进来 你不是说 永远爱我吗 永远不离开我吗 难道这些都不作数吗 我心头脚痛 我对他说过的话 他还能记住 那他 对我说过的话呢 我的手落在门把手上 犹豫着要不要拧开 赵涵的声音比我更快 醒醒吧 你都跟别的男人上床了 你真以为继哥是接盘侠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 做人要问心无愧 继哥这些年 为你做了多少 就是个木头都感觉出来了 柳如烟 你没有心 一阵上楼的脚步声 一个温润的男生响起 小烟 我们先回去吧 你就是伊藤城吧 带着你的女人 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我嫌脏 看来已经有人来接她了 我瘫坐在地上 身体像坠入冰窖一般 冷得发疼 不知是不是癌细胞转移了 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 而卧室门迟迟没有打开 召喊给了我最后的体面 身体像是被蚂蚁啃食 而心中则像是 被刀子一刀刀弯着 说不上是身上痛 还是心中更痛 我的眼泪不断涌出 一直都说哭没出息 可我从没想过 将心中的人生生剥离 是多么痛苦 我想把手上的猪串 放在心口暖一暖 可能是手上的力气太大 猪串在摘下的瞬间 散落一地 手串都知道 这段感情该断了 我蹲在地上 将珠子一颗颗捡起 最后双腿无力支撑 重重摔倒在地 身体就像是 已经碎裂的瓷娃娃般 原来身体才是最忠实的 心痛的时候 身体也会这么痛 警告警告 宿主身体技能不断下降 警告 系统恨体不成钢 你说你是何必呢 这下好了 你连一周都活不了了 上面让我告诉你 你只有一天时间了 好好准备吧 刺骨的疼痛 让我无法流离说话 我该怎么做 总不能让他来这里杀了我吧 系统有些兴奋 不会 我们已经用大数据 为你选择出最合适的死法 明天会有短暂的回光返照 出去走走吧 你们还真是 周到啊 那可是 我们可是零差评 等到了下面 别忘了给好评欧青 冬日里 就算是有太阳 也透着寒意 系统的话是真的 早晨起来后 我就像是正常人一般 如果不看 那已经受脱象的脸的话 他只是告诉我 出来走走 却没告诉去哪里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高中门口 看着母校的大门 仿佛一下子什么都想开了 这些天我不断问自己 如果再来一次 我还会拼命和他考一个学校吗 现在我可以给自己答案 我还会 就算是为了自己 我想弥补我的遗憾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 现在 我应该是很有名的画家了吧 走出来的瞬间就释怀了 虽然死亡就在眼前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救命 救命 别打我了 放过我 一阵呼救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最熟悉的声音 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身体下意识地往小巷中跑去 小巷身处 柳如烟正坐在地上 被好几个人围着 其中一个男人 高高举起木棍 眼看着就要砸在他身上 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挡在柳如烟面前 那个木棍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 失去意识之前 看到的是柳如烟惊讶的脸 最后一秒 系统的声音响起 看吧 再来一次 你还会义无反顾救下他 剧烈地敲击后 周身的疼痛消失了 系统告诉我 这些人是柳如烟找来的 说要演什么戏 他就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死在他面前 也算是用他的手 亲手了结了我的命 还好 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 两久后 系统扎扎嘴 亲 给个好评哦 好评的客人可以附赠 OB视角 你这百分百好评 不会都是靠售后刷出来的吧 系统 尴尬地轻壳两声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吗 你难道不想看看 它们是什么反应吗 我在凭空出现的 面板上滑了两下 丁一声后 我的身体变得透明 逐渐腾空 我飘在病床前 病床上躺着的是我 身上插满了管子 生命检测仪 还一下一下跳着 我疑惑 我这不是没死吗 系统打着哈哈 本来你能和这个世界 好好道个别的 没想到那人下手太狠 你直接就嘎了 但是我们秉承着 说到做到原则 说你今天十点会死 那肯定不能提前 就让你 先做回植物人吧 现在把好评撤回 还来得及吗 我还想和系统再争论一下 就被门外的争吵声吸引 我穿墙而过 来到了走廊 赵涵双手垂在两侧 紧紧握着 眼中布满血丝 狠狠盯着柳如烟 柳如烟手中拿着张报告单 披头散发 眼神空洞 不可能 不可能 他怎么会得病 怎么会 手串呢 平安手串呢 大师说 那个很灵的 有手串在他 不会有事的 赵涵怒急返笑 你的眼放在他身上过吗 一直以来都是他 努力向你靠近 你呢 他病得那么重 他的枕边人却毫无察觉 你不觉得可笑吗 他在家里给你过生日的那天 你在干嘛 你在跟你的初恋翻云覆雨 你不觉得脏吗 柳如烟拼命摇头 我没有 我没有和一腾成在一起 我只是陪了他两天 就两天而已 我看着他 突然觉得没意思 我回到房间 生命检测仪停止了跳动 系统说 准备好了吗 你要死了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 继续OB 或者直接消失 我看着病床上面 色惨白的自己 这一辈子 已经够累了 不想再看了 消失吧 我的身体越来越透明 医生宣告抢救无效 柳如烟哭着冲进来 跪在床边握着我的手 纪伯达 你个骗子 你不是说 永远陪在我身边吗 你要是丢下我走了 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贪心地想要抱抱他 手掌却穿透了他的身体 眼前一片模糊 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手串 手串 我再去给你求一个 一定 一定可以保佑你平安 纪伯达 你别走 你说过 永远会陪着我的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爱你 纪伯达 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回头对系统说 下辈子让我投个好胎吧 这辈子 好苦 有如烟翻外 感觉握着的手 逐渐冰凉时 我还是不相信他会死 我疯了一半 去了之前 球手穿的四尿 是不是上次 我没有拿出 百分百的诚心 所以上天 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在山底 三步一扣 步步真心 身边陆陆续续 走过许多人 一个小男孩指着我问 妈妈 这个阿姨 为什么要在这里磕头啊 他肯定有什么难以割舍的事吧 诚心感动天 希望他能如愿 我扣手 却迟迟不再抬起 泪水打湿了青石 若我可以用尽诚心 结果会不会改变 带到我终于到寺庙门前时 却被一和尚拦住去路 是赠我手串的大师 他摇摇头 施主 私人已逝 放下吧 我瞬间谢力 瘫坐在地上 放下 我怎么能放下 他对我那么好 那么好 我死死拉住他的衣袍 大师 大师 你有办法的是不是 贫僧当时赠你朱串 本就为保他三年无余 若条理得当 必当康健 看你这般模样 事情已无法挽回 施主 放下吧 向前看 世间大梦一场 看淡在无烦恼 我不知那天是怎么下山的 膝盖的疼痛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 纪伯达已经不在了 不然 我摔倒时 他为什么不出现在我身边 他明明最怕我受伤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 旁若无人般的痛哭出声 别哭了 一个男生传来 我抬头看去 是赵寒 他递给我一把钥匙 假星星 你从来没把他看在眼里过 这是他给你留的 钥匙 是他那个公寓的 你去看看吧 我拿过冰凉的钥匙 上面的玉贵狗 要是扣笑的那么刺眼 那是几年前开盲盒时 重复的挂件 我随手扔给他 没想到他竟保留至今 我跌跌撞撞地往山下走 背后传来绕含的声音 你失去了这世上最爱你的人 几博达的那个公寓 离这里很远 开车需要六个小时 一路上 我腰都要断了 那一年里 他是怎么做到 每周都会来找我的 打开那一扇门 我愣住了 泪水夺框而出 房间里摆着的都是我的照片 还有一本画册 上面都是我 梳着丹马尾 笑得灿烂 那是高中时的我 写作业 擦黑板 打扫卫生 画册很厚 一张又一张 他为我记录着我的高中生活 我都快不记得 我还有那样无忧无虑的样子 可他却都帮我一一记着 画册的时间 在2012年6月12号 戛然而止 那个时间 与我记忆重叠 可我高中时期 没有这个人啊 我和他明明初中之后 就在无交集 在书桌上 静静躺着一个日记本 还有一个粉色发卡 那是我高二时 最喜欢的发卡 我颤抖地拿起它 却不受控制地掉在地上 高二那年 我放学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一群混混 他们将我逼到墙角 威胁我交钱 之后 又对我生出歹心 开始撕扯我的衣服 夏天的裙子很薄 他们用力一撕 就有一个大窝口 我大喊着救命 黑暗的小巷中 却没有一个人 我闭着眼睛 缩在墙角 浑身颤抖 身后的手 紧紧握着一块砖头 大不了一换衣 正当我准备一砖头 抡上去时 听见其中一个 混混哀嚎一声 倒地不起 穿着校服裤的男生 挡在我面前 手中握着长长的棍子 小爷我照的人 都敢欺负 你们不想活了 说完他一棍子挥上去 与他们打起来 我闭着眼不敢看 等叫嚷声平息 他走过来 谢 谢谢你 他在我头上摘下这个发卡 好漂亮 就送我这个做谢礼吧 我没有抬头看他 红着脸点点头 正要回家的时候 后面的人爬起来 举着手腕粗的木棍冲过来 小心 他挡在我前面 结结实实挨了一棍 我好像听见什么断裂的声音 快回家吧 这里不安全 他还和我约定 明天在这里见面 说有东西要给我 自始至终 巷子里太暗 我没有抬头 看清他长什么样子 我买了奶茶走到小巷 想谢谢昨天帮我的人 走进巷子 看到的是已在墙边的伊藤城 哟 你来了 如今我才明白 被小混混围堵那天 帮我的不是伊藤城 是纪伯达 是他 怎么会是他 怪不得他会义无反顾地挨那一下 怪不得我每次提到画画 他的脸色都那么难看 这些年 我到底做了什么呀 可那天之后 他为什么没有来 纪伯达 你回来吧 回来告诉我 这个答案好不好 我翻开他的日记 上面一字一句写满他对我的爱 曾有一个人剖开心给我 而我却没有看一眼 纪伯达 你个傻子 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死死抱住那个日记本 喃喃自语 那天的打手 是我做的戏 那次的事情是我的执念 我找了一些人 把当年的事情重演一遍 我就想在我和伊藤城出狱的场景里 跟他好好道个别 然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要签离婚协议 对 离婚协议 可我根本没有记什么离婚协议呀 当我见到伊藤城时 一切都有了答案 给己伯达的离婚协议 是你记的吧 伊藤城愣了一瞬 端着咖啡喝了一口 对呀 我怕你开不了口 就帮了你一把 我声音颤抖 那天早上的电话 也是你给他打的 他嬉笑 你变聪明了呀 我四肢冰冷 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明我只是早上给你送药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我们两个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 己伯达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他有多崩溃 他该有多心痛啊 伊藤城握住我的手 你不是爱我吗 你不是等了我好几年吗 我用力抽回 冷冷问他 高中那年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巷子 他有些疑惑 回忆了很久 然后笑笑漫不经心 你说那天啊 我在背书 你就过来了 我困惑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我 他笑出声 我为什么要拒绝 你可是笑花 带出去多有面子 我心如刀割 一秒都不想多留 起身离开 他却拉住我 你去啊 你已经离婚了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你那几个商铺 我另一只手 狠狠地抽在他的脸上 滚 他用舌头顶了顶腮 吃笑 你真的是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纪伯达来求我 还给了我一套公寓 我不可能会娶你 谁会要一双破鞋 又是纪伯达那个傻瓜 他怎么能那么傻 我终于明白 赵涵跟我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他为了你 再也不能提笔画画 那一棍 生生打断了他的手臂 我来到我和纪伯达 最喜欢的餐厅 给他发了条微信 我在餐厅等你 有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看着那个红色探号 久久不能回神 我坐在那里 直到餐厅打烊 服务员来收拾的时候 半开玩笑地说 之前情人节的时候 有位先生 也是定了这个位子 也是一直等到 打样都没有人来 原来 等一个人是这种滋味 我苦笑 一个人走回家 街上好冷 我裹着大衣 慢慢往前走着 身子猛地被撞了一下 姐姐对不起对不起 一个女生 在我面前跟我道歉 我摇摇头 女生对身后的人交称 都怪你 让我跑那么快 撞到人了吧 男生憨憨笑着 我觉得那个路灯下 氛围太好了 想给你拍个照吗 男生经过我身边 搂住女孩子 跟我道了个歉 接着向前走 过几天 我们去丽江 我要给你拍 好多好多照片 我要给你沾花 听说沾了花的女孩子 会一辈子幸福 你还笑着抱住她 得了吧 我们的合照 一个相册都装不下 因为我爱你呀 多少照片都不嫌多 我强扯出一抹笑 原来 谈恋爱是这样啊 照片 合照 对 我们还有合照 我回到家 发狂似的找着那张照片 我们唯一一张合影 最后我在垃圾桶找到了 她的那一半 早已烧成灰烬 只留下我的那一半 她终究一点念想都不给我留下 桌上 还摆着那天她给我做的饭 孤老肉 鲜虾包 谁煮肉片 早就坏掉了 我窝在沙发上 蜷缩着抱自己 哭到不能自疑 挤伯答 你回来吧 你是跟我开玩笑的是不是 你来抱抱我吧 我真的好想你 全文完 还不过 那一半 还有 感谢观看